2022年9月9號 菲律賓原民服務簽約 此季菲律賓分會 與國家原住民委員會 簽署合作協議 共同加強 對各地原住民的援助服務 跟你們的合作 我們可以做 我們現在能夠做的 我們作為NCIP 無法做單身的資源 那些人 他們患了 但他們不能出發 我們如果給了機會 我們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可以去他們 菲律賓原住民人口 佔全國總人口超過一成 分佈全國各地 此理至公長期援助部落 解決原住民困境 2022年初在納茅 啟動農業扶貧計劃 本日與工部門簽約合作 能更完整照顧 偏鄉原住民的生活 2021年9月9號 巴布亞大愛一村啟用 印尼巴布亞省 查亞普拉縣聖塔尼區 2019年3月發生水災 與土石流 同年9月 此季印尼分會與縣府 簽訂合作備忘錄 這是一件很厲害的 一件很厲害的 一個人的工作 很棒的 我們之前也不認識 但我們也不認識 因為親愛和親愛 我們一起看 我們給我們看 我們給我們感謝 我們感謝 我們感謝 結合國軍及企業 此季原屆巴布亞大愛一村 300戶本日舉行啟用典禮 2019年9月9號 基因基幹細胞研製中心啟用 花蓮慈基院研究細胞治療 近20年 於2003年 啟用細胞研製中心 歷經15年後 重新規劃再次啟用 成立的目的 都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要解決病人的問題 把癌症變成一些 不會馬上圍擊到 他們生命的一種慢性病 甚至把他們治癒 基因衛福部審核 可針對八種癌症 第四起的患者 進行細胞療法 細胞製劑在花蓮研製 照顧東部鄉親患者權利 2013年9月9號 三寶岩武裝衝突救濟 菲律賓三寶岩市 遭摩洛民族解放陣線 武裝分子攻擊 占領部分村落 挾持民眾 政府均進行封鎖管制 大批民眾逃往收容中心避難 三寶岩磁力志工 展開援助行動 為民眾發放物資一整 9月的這一波武裝衝突 志工會整1500份物資 透過軍方發放給 流離失所的居民 也延續到11月的大米政績 2000年9月9號 人藝聯會 臺灣登場 國際慈濟人藝會年會 首度在臺灣登場 來自全球12個國家 355人與會 年會正式對外公佈 慈濟人藝會團體之成立 並定案正式英文名稱提馬 2004年4月 貨班醫療奉獻獎團體獎 殊榮歸全球人藝會共享 稍後的新聞看到的是 南投資工洪秀生 工廠退休後做環保將近8年 艾西大